之前我们详细介绍过霸者中装的改动 作为一件价格昂贵的纯雪亮装 哪些坦克英雄会因为这件装备崛起呢 首先是我们的凯爹 我们都知道凯爹一技能回复生命数值 就是受额外生命值影响的 出了霸者后六神装的凯爹 血量有18000左右 一技能回1700点左右 配上霸者的效果 残血之后随便跑足逛逛街 血量就满了 并且肉刀和红莲的灼烧效果 也受到了额外生命值的影响 配合上大招开启时的灼烧效果 每秒可以烫周围所有敌人1000血左右 再加上格挡 冲到人对脸那真的是能扛能打 代入一下 如果你玩射手看到一个开大雪条 跟条形马一样的凯爹朝你冲过来 打也打不动 此时多么绝望 然后就是我们的猪八戒了 普攻和一二技能的伤害 都是受最大生命值影响的 血量越多伤害越高 再加上体验服的更新中 减少了一二技能的CD 这就让八戒的回复和伤害能力进一步提升 独有的残血转化机制 也能让八戒在人对中越打血越多 人越多我越兴奋 不过由于黄刀的改版 我个人更推荐八戒走打野位 能更早的到达强势期 最重要的是有足够的经济出霸折 第三位则是白旗 虽然技能伤害都是受物理攻击影响 但是一技能的回复效果 是受额外生命值影响的 并且被动能提高最多80%的治疗效果 一技能和霸子的回复效果 都是能享受到被动加成的 结合不死鸟的治疗加成 在周围有四个目标 不放任何技能 仅凭被动条件下 甚至能扛防御塔一分十几秒 在团战中 被动的触犯只会更加频繁 直接化身为不死战神 打完一波团自己还接近满血 最后就是阿古朵了 球球的血量同样属于额外生命值加成 也是可以享受到霸者中装加成的 本身阿古朵在没人干扰的情况下 刷野速度就很快 比其他人更早出霸者 不仅拥有更多的血量 同时也有更高的伤害 可以凭借自己超高的血量 蓝涵队一起入侵野区和推塔 前期节奏一旦打开 那么赢下比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以上就是我个人认为 新霸者中双上线后可能崛起的英雄 兄弟们觉得还有哪些英雄能吃到红利呢